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们跟中国跟中华的命运是如此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为什么您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 我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担任这场演讲的主持人 我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静一 大家好 做这场主持人真是不容易 因为明明出场的这个主角呢 他是一个创作不断 而且创新性观点一而再再而三的人 但是他告诉我说 你千万别叫我大师 别叫他大师 你叫我大师 我就给你翻脸 他甚至对大师这两个字 这个词有点鄙视的意思 当然我很聪明 我不会去踩地雷 所以我不会叫他大师 当然他也就没有机会来炮轰我了 第二个做这场主持人不容易的原因是 他告诉我 不要再介绍他过去 不要介绍他过去所谓的成就 仿佛过去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过去了 但是他非常愿意和乐意谈当下 我们现在在场上看到的 以中华根 现在而出来已经有四卷了 以为基础的这个一中天中华根 不是说为了推广新书 不是的 一些人说 我们都到了 应该回顾我们历史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历史 所以我刚刚讲说 做一个主持人今天不容易 但作为现场的观众 还作为读者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有耳福 我们有眼福 因为易先生他以他的文笔 他的丰富的学识 以轻松的笔触来告诉我们 三千七百多年的中国的历史 在那样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当中 他融合了美学 融合了文学 融合了社会科学 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国是这么一回事 让我们知道站在这里的中国人 其实可以从这个根去追本溯源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轻松的心情 其他的眼光 欢迎易中天先生 还好 我躲过了 谢谢易老师 易老师请坐 请坐 易老师 等一下我就把场子交给您 但是呢 在这儿我还跟你聊两句 好的 说实话 易老师对我算是不错的 因为他已经先警告过我 所以今天呢 我不管说错什么 他都不会轰我下台 但是在这里我想先请教您的 就是说 今天您在谈现在和未来的时候 您希望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怎么来看现在的易中天 因为人们对易中天有很多的解读 很多不同的 可是现在人们对你出这套书 又有带很过去的眼光来看您 您觉得现在他们应该以什么眼光 来看易中天写这套书 我反问你吧 你最愿意用什么称呼称呼 亲爱的易老师 叫哥吧 叫哥太亲切 私底下吧 有人吃醋 很简单 就是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我看作一个新人 新人 新人 这话很有意思啊 怎么会是个新人 因为翻开新的一页了嘛 这一套中华这个36卷本的 我准备用5到8年时间来完成的 在香港地区 由商务运输馆来出版的 这样一个37卷本 应该说是 加上总续是37卷 37卷本的中华史 易中天中华史 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全新的事情 大家诸位读了以后会发现和我以前的著作完全不同 那么这是我在我65岁的时候做的一个决定 在66岁这一年开始来完成 然后我的目标就是刷新自己 非我莫属 让我们热烈掌声再次欢迎易中天先生 全新的眼光 全新的易中天 中华史 有请 谢谢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来到香港书展 而且能够带来我新的作品和朋友们分享 而且非常荣幸的 今天是静怡妹妹来主持这场演讲会 有人听了以后不高兴 我可以叫她妹夫 没关系的 妹夫不要吃醋 妹夫是这套书的重编辑 所以她现在很纠结的心情 装出一副很羞涩的表情 待会媒体可以尽情地拷问她 非常高兴能带来这样一套新的作品 而且是 你看是香港的商务运输馆来出版 我是大陆同胞 还有我们台湾同胞 来主持这样一个演讲会 两岸三地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就是静怡刚才说的 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都是Chinese 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 这一点 不会因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 而有所不同 我认为流在我们身上的血 比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重要得多 这是我特别要到香港 将来还会去台北 还会去国外 华人社区来做这样的演讲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中华根 实际上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根基 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区分文化与文明 什么是文化呢 文化是人与动物的区别 动物没有文化 只有人才有文化 也就是说人 从动物到人的那一天起 它有了文化 文化区别开 人科动物和真正的人 我们知道 这个人也是动物 动物当中 一个最高的品种 就叫做林长木动物 林长木动物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猴类 第二类是猿类 第三类是人类 那么我想请问 猴和猿有什么区别 哪位朋友知道吗 猴和猿的区别在尾巴 猴类是有尾巴的 猿类是没有尾巴的 当然还有狭囊 猿类也没有狭囊的尾巴 猿类也没有尾巴 当然有个尾巴 其实很不错的 我们看那个 阿凡达里面 那个 那个叫什么星呢 那个 纳威人啊 纳威人有个尾巴 很漂亮的 但是我们没有 从猿开始就没有了 那么请问 猿类和人类的区别在哪 谢谢 人类和猿类的体质上的区别 是人和猿一样没有尾巴 但是猿是全身有毛 人除了三个地方以外 三个部位以外 没有毛 但是有皮下脂肪 所以英国动物学家 莫里斯把人类称之为裸圆 裸体的圆 但这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 社会学意义上的人 和圆的区别在于 它有文化 就是文化区分开 人科动物和真正的人 那么再看文明 文明区分开什么呢 野蛮人和文明人 也就是人类先有文化 后有文明 那么文明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 文明是一个历史概念 那么怎样区分野蛮人和文明人呢 它的标准是什么呢 或者说从历史上讲 从野蛮人过渡到文明人 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国家 国家是区分野蛮人和文明人的标志 那么国家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城市 这个事情呢 因为今天主委会给我的时间 非常之短 我还要留出时间来和大家 主委沟通 所以我不能细讲 有兴趣可以读书 顺便做个广告 这个书里面我会讲得非常清楚 它为什么 尤其是在第二卷 国家里面 我讲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文明的标志是国家 国家的标志是城市 那总归这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观点 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中华史 那么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呢 目前已经有的 我再说一遍 是目前已有的考古学证据 是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属于下代 对于二里头遗址的性质 学术界是有争议的 有一派认为 二里头遗址不是城市 因此它不是文明 也有一派认为 它是城市 因此它是文明 那我认定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 二里头遗址就是城市 这是目前考古学发现最早的证据 碳十四测定的结果 它是 它的文化年代 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再加上公元后的2000多年 因此中华文明的整个时段 是3700年 那有人说 我们不是上下5000年吗 抱歉 上下5000年是文化 3700年是文明 以这个为界限 历史分为 史前史和文明史 那么我们首先 来简单地看一下 我们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 我们看一张表 任何 任何世界上 任何民族的史前文化 都可以分为 这样几个历史阶段 能不能把那个麦也给我 这个太费劲了 线够不够不知道 一个麦是不是行的 他给我一个手持 谢谢 好 谢谢 这样好多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任何民族的史前文化 都是分成五个历史阶段 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是原始群 原始群的这个文化标志呢 就是我前面说的裸体直立 我把他 我以夏娃为他的代表 因为在我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 里面找不到代表人物了 没有 因为中华民族的特点 就是他没有创世神 没有创世神话 没有创世神话的结果 是不可能自发的产生宗教 一信就信别人的教 自己没宗教的 那么第二个呢 阶段的就是士族 士族社会 那么士族社会呢 它有两个历史阶段 一个是母妻士族社会 一个是父妻士族社会 它的标志是什么呢 是生之崇拜 我们先把这表过了以后 我再回过头来讲这个生之崇拜 然后从士族过渡下来呢 是部落 部落时代的文化特点呢 是图腾崇拜 那我们的历史上的代表人物 就是炎帝和皇帝 炎帝是早期部落 皇帝是晚期部落 然后再发展下去 就是部落联盟 这就是姚舜宇 到了宇的儿子下起 费善让制 行世袭制 国家就诞生了 那个时候诞生出来的 叫部落国家 文明时代开始 因此整个历史过程 可以总结为五个字 叫点面片圈国 简单说就是这样 好 我们翻过去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这些图 这些图呢 是我们现在已知的 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女神 请大家看 这女神漂亮吗 实在不漂亮 你看 她们的特点 第一是 面目不清 没脸的 一个的 一个的有脸的都没有 都没有脸 第二个呢 乳大 豚肥 乳大的豚肥 当然很性感 但是原始人 做他们的形象 做成这个样子 不是为了性感 是为了生孩子 香港地区我不清楚 中国大陆北方地区 有一句话叫做 买地要买三合土 娶媳妇要娶大屁股 屁股越大的 他越生儿子 小屁股都生女儿 这个是 屁股大是为了生孩子 乳房大是为了 有奶吃 还有 无一例外的 都是孕妇 那么我们现在看 这样几个 这边的 这几个大的图 是欧洲的 这四个图 是中国的 在东北的这个 红山文化遗址出图 那就说明 中外一律 但是呢 有没有例外呢 有例外 我们翻一下 这个也是 原始时代的 女神树像 这个漂亮吗 这个漂亮吧 漂亮 性感 知道他是什么神吗 死神 前面的那个不漂亮的 是生命神 生命之神 生育之神 而这个性感美丽的 是死神 那么原始人的神秘观念 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原始人的神秘观念 是实用主义的 因为这个 这个女神像 她实际上是一个小女孩 为什么要把死神 做成这个样子 就是说一个女人 一个女孩 生下来长大成人 很漂亮 很性感 可以有男人了 可是没生过孩子 她就死了 悲哀 原始人认为 一个不生孩子的女人 是可悲的 甚至是可怕的 因此让她做死神 也就是原始人 非常重视生育 为什么呢 因为太容易死人了 原始时代 自然灾害 疾病 野兽的攻击 敌人的攻击 随时随地 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山顶洞人 平均寿命不到三十岁 连安德特人 可能只要二十多岁 死得快啊 容易死啊 那么原始人没有办法 它只能产生 这么一个观念 我们斗不过死神 我们学兔子不行吗 一窝一窝地下 多生一点 生得多 死得快 这原始时代的特点 所以他们就开始 产生了生殖崇拜 就为生 生孩子 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他必须加以崇拜 那么他要崇拜谁呢 他首先得崇拜女人 崇拜女性 因为孩子是女人生的 原生开始并不知道 男人在生孩子过程中 也有用 觉得他没什么用 有用的就是女人 女人 女性 女性生殖器 以及女性生殖器的象征 都是崇拜的对象 当然原始时代 也有把女性生殖器 唐儿皇子拿来崇拜的 比方说 诸位如果有兴趣 有时间 可以到云南建船 去看一个雕塑 叫阿阳白 那就是女性生殖器 非常明显 现在还在 但是更多地使用了象征的手段 而最主要的象征物是什么呢 鱼和蛙 请大家看 这个是养勺文化 彩图文士 上面这一排是鱼 很清楚吧 鱼 下面这一排 这一排是蝌蚪 或者说幼虫 半层形的蛙 两只手 两只手长出来 然后她腿还没有出来 在游泳 姿态很美的 很美的姿态 也有完全的蛙 另外这个盆子是江寨出土的 旁边的这个纹饰是鱼纹 那边的那个纹饰是蛙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鱼纹 今天都是没有未成年人吧 没有儿童不宜的话 大家看看这个纹饰 这个花纹 这是两条鱼 双鱼纹 这是一条鱼 这是一条鱼 这两条鱼夹在一起像什么 像女人的外阴 所以鱼象征着什么呢 象征着女人的外阴 包括阴唇 大阴唇 小阴唇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鱼 子多 你看鱼肚子打开以后 你们好多子啊 在水里面 多子多孙啊 所以鱼在我们民族文化当中 一直是吉祥物 大家想一想 宋子观音手上提的是什么 鱼男啊 对吧 我们的莲花贴的是什么 一个大胖小子 怀里抱一条鲤鱼 链链有鱼啊 旁边是莲子啊 链链有鱼啊 鱼就是 就是爱情婚姻生育的象征 这是有这个传统啊 那么蛙象征着什么呢 蛙象征着子宫 因为我们想一想啊 蛙和这个女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这个肚子啊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一会儿大 一会儿小 这跟女人一样 像我这男人 你看我肚子大了 我就小不了了 很难看得了 对吧 女人就小得下去 蛙也小得下去 这是第一个相同 对吧 第二个 蛙也多子多孙啊 青蛙也是一生很多的啊 所以原神崇拜蛙 因为崇拜蛙 把自己的孩子叫蛙 蛙蛙 蛙蛙就是蛙 蛙蛙 蛙这个音在古代读什么呢 读瓜 瓜是什么声音啊 青蛙叫的声音 呱呱呱呱呱 因此这样一个象征物 后来就变成了 我们的女神 我们看下一个图片 这是我们民族的 最早的女神 她的名字叫女蛙 女蛙就是一只蛙 她的肚子里面 有很多点是什么 孩子啊 大家都知道 女蛙捕天的故事吗 说女蛙找来一只巨鳖 把她的四条腿砍下来 把天撑起来了 实际上女蛙砍的是自己的腿啊 不是鳖族 是蛙族 四根蛙族 把天撑起来 然后满肚子的这个点 变成了天上的星星 实际上是这么 这个神话里面 隐含着的是 这样一个文化密码 对 这就是一中天中华史 要从女蛙写到邓小平 当然这现在跟邓小平没关系 还扯不上 暂时跟邓小平没关系 但邓小平 他说他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他也是女蛙的子孙 对吧 对吧 所以先从我们祖奶奶来说起 那么我们的祖爷爷是谁呢 福西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这也是 除了那个最下角那个是汉画像石以外 这两个图都是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这个彩图文士 是鸟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只鸟 是什么形状 这只鸟 大家发现它有一个特点没有 什么特点 三只脚 不是三只手啊 三只手是小偷 那么这个鸟为什么是三只脚腿呢 因为它是男人 男人两条腿当中还有一条腿 还有一根东西 是三只腿 它是什么鸟呢 它是太阳神鸟 你看那个图很清楚 上面背了一个太阳 它的名字叫金乌 它是在太阳里面的 前面的那个青蛙叫蝉蝠 它是在月亮里面的 所以月亮就是我们的女神 太阳就是我们的男神 太阳神 这太阳神后来就演化出 一射十日的那个神话 实际上是太阳太多了 它设下九个金屋 剩一个太阳 对吧 那么这就是男性神之崇拜 这就到了福西的时代 我们现在只能快一点了 只有半个小时了 我们的家抓紧 那么它就到了福西的时代 就有了男性神之崇拜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社会生产力发展了 人们开始有了财产的概念 而财产呢 当时的财产主要是由男人创造的 女人因为要生孩子 她是在家里待着嘛 她没有办法去打猎 那么这些猎物 也包括猎祸的敌人 都是男人的财产 男人开始要求行使自己的权力 提高自己的地位 然后就开始承认 男人在生孩子当中 也是有用的 那么这个作用越来越夸大以后 就要把它神化 神化的结果就说什么呢 说我们一个族的族奶奶 她怀孕是因为一个神跟她做爱 比方说太白金心入怀 所以李白叫李太白 或者比方说 这个商人的祖先说是 在路上吃了一个玄鸟的蛋 然后怀孕就产生了商人的祖先 这个实际上是把男性生子的作用 神秘化和神圣化 由此产生的是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的特点是 全世界的图腾都是男性的 没有女性图腾 所以说什么鱼啊蛙啊 是图腾这是错误的 因为它是女性生子崇拜的象征 作为图腾崇拜的 一个是鸟 还有一个是蛇 蛇在全世界都是男性 生子崇拜的这个象征 因为蛇很像男人的那个 那个不雅的那个 平时绵软 用实坚挺 藏在草丛当中突然袭击 充满了暴力 狠黄狠暴力 蛇 因此圣经中 诱惑亚娃 夏娃的一定是蛇 因为只有男人才能诱惑女人 当然现在也有女人诱惑女人的 毕竟比例比较少一点 比例多的是男人诱惑女人 蛇和鸟 这就发展到祖宗崇拜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全世界就开始分掉 世界各民族开始分道扬镳了 图腾崇拜以后 世界各民族分道扬镳 其他的民族走哪条路 还是请大家看第二卷国家 对 抱歉 那么 我们民族呢 图腾崇拜变成了祖宗崇拜 因为祖 祖宗的祖 它旁边是一个而且的祖 那个祖是什么 那个祖就是男性生殖系 然后叫做祖 它就是对男人的崇拜 最后变成对血统的崇拜 由此产生了家天下 到这个时候 既然我们这个祖 都是男性祖宗传下来的 那么这个祖的领导人就应该按男性血统代代相传 善让制就废除了 世系制就产生了 君主就产生了 国家就诞生了 文明就来到了 这是大概的一个史前文化的脉络 那么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我们经历了三个时代 这三个时代叫夏商周 夏商周是什么呢 夏商周是三个代表 以前我们说 我们的历史书 不管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历史书 都说夏商周是三个朝代 三个王朝 抱歉 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我要颠覆学术界这个陈说 它不是三个王朝 因为它不是统一国家 它怎么是王朝呢 王朝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因此它不是朝代 它是什么 它是时代 而且夏商周 它是三个民族 三个民族是基本上同时产生的 那么为什么说 又说他们是三个时代呢 因为他们是三个代表 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 他们代表什么呢 他们代表中国 他们代表中国 那我要问 又要问大家 什么叫中国呢 中国不是指现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中华民国 在古代中国指的是 天下之中 全天下最当中的那个国 或者说那个城市 在古代国和城市的城市 同一个意思 它叫中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图 这个图显示的是 古人的宇宙观 或者是天下观 或者是世界观 叫天圆地方 天圆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头顶上的这个天 是圆的 圆的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它像一个半球形 是一个球切一半 这么一个球面 这个半个球的球面 所以说天的形状 所以古人的书说 天是穷儒 笼罩是雅 是吧 它像个帐篷一样扣下来 地是方的 正方形 一个圆形 扣在一个正方形下 它的投射图 平面图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大家就会说 它扣不住啊 是扣不住 所以有四个地方 是海 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海 叫四海 东西南北 各一个海 叫四海 那么四海当中的 这一块地叫什么呢 叫四海之内 也称海内 然后这个圆的 扣下来的这个地方 叫什么呢 叫普天之下 也叫天下 然后这个四四方方的 这个地 打一个对角线 画一个圈 在当中 那个地方叫什么 叫中国 那个地方叫中国 那么那个地方在哪呢 有人说 在河南省郑州市 下面的登峰市 这样说 还是不懂啊 那我告诉你 登峰在哪呢 少林寺所在地 那个地方 据说还出了一个 很好的公安局上 叫任长霞 就是登峰 登峰市 有一座观星台 观星台的下面 曾经有一块石头 说那块石头 就是那个正方形的 地的正当中 是谁定 测出来的 周公测出来的 后来这块石头 这块石头叫地胆 它对应的 天上一个星星 叫天星 天不是圆的吗 它有一个圆星嘛 那圆星上 有颗星星叫天星 这个正方形的地下面 有一个石头 叫地胆 这个地胆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被红卫兵拿出来 砸掉了 从此我们不得安宁 不是发洪水 就是落地震 那实际上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原地区 就是天下之中 你居中国 则治天下 因为你在这个中原地区 住在啊 你就得到了天意 你对着天嘛 天保佑你 所以夏商周 轮流到这个地方来建都 来代表中国 其中夏和商是探索者 周是奠基者 这就是一中天中华史 第三卷 叫奠基者 他要讲的就是 周人 怎样为我们民族的文明和文化 奠定的基础 那么周人是怎么样奠定的呢 我也只能简单地说 简单地说 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武王伐咒 对吧 武王伐咒总归是知道的 周五王率领八国联军 也不是八国 八百国号称 八百国联军 去攻打这个殷奏王 非常快地就推翻了 殷上王朝的统治 花了多少时间呢 不到两个月 据历史学家研究 只有三十多天 那我们知道 美国推翻伊拉克政权 萨达姆政权 用了多少时间呢 五十六天 那也就是说 周五王在冷兵器时代 没有飞机 没有坦克 没有大炮 没有导弹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把一个政权推翻了 推翻以后 胜利的周人 忧心忡忡 太快了 来得太容易了 这保得住吗 他们就要反思 殷商王朝 为什么迅速灭亡 得出的结论是 殷商王朝 不把人当人 不把人当人 有证据吗 有 一个叫人身 一个叫人训 什么叫人身呢 就是把人当牲口 当牺牲品 什么叫人训呢 也是把人当牲口 当陪葬品 就殷商实行两种制度 一个贵族 一个王 死了以后 要杀活人 陪葬 这叫人训 还有就是祭神的时候 有时候要杀活人 做牺牲品 这叫人身 为什么叫人身呢 因为祭祀用的牺牲品 叫牲口 这个牲口 在养着的时候 叫畜生 几种呢 六种 叫六身 马牛羊猪狗鸡 六身 如果去掉马 叫五身 如果是 牛羊猪 叫三身 但是有时候还要杀人 不得人心 为什么他们要杀人 那很简单 很简单 所谓祭祀是什么的 祭祀就是请神吃饭 中国人是最喜欢请客吃饭的 对吧 诸位都请客吃饭吧 待会我们这个完了以后 他们商务艺术馆 还要请我吃饭 昨天已经吃过了 昨天叫接风 今天叫践行 或者明天叫践行 今天晚上就叫庆功 反正是要吃饭 什么事他都要吃饭 对吧 小孩生下来要吃饭 人死了他也要吃饭 请客吃饭 那么祭祭呢 就请神吃饭 那么请神吃饭呢 那就要看规格 实际上请客吃饭 它有目的的 它就是求人办事嘛 对吧 那看你事情大小 对吧 你办一件很小 很小的事情 你说香港书展 我不想买门票 我想混进来 找一把安安 请他吃一碗流南面 可能就混进来了 对吧 这个事情很小 然后国与国之间要打仗 这个事情很大 神要保佑杀人 吃牛都不够了 吃马都不够了 要吃人 那么这样的下来的结果 人人自为 不得人心 因此 州政权 总结的教训就是 殷商王朝 不把人当人 我们就要把人当人 由此产生了 州人的第一个政治思想 叫以人为本 叫以人为本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 以人为本呢 因为他们有一个观点 叫政权天授 或者叫军权天授 因为州人要解释一个问题 就是他政权的合法性 或者说他革命的合理性 政权的合法性 这个问题不解决 他坐不稳江山 那么他的解释是什么呢 说这个政权是天给我的 所以他们的王叫天子 就是天的儿子 那么天凭什么要给你呢 天就是人 我们来看看天字 这是甲骨文的天字 很清楚天就是人 因为这个每个字的 这个 每个字的主体部分 就是个人啊 这是人 这是人 都是人 那大家说 这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形状的人 他就是这样一个形状的人 这个就是一个大形状的人 然后把这个 然后把这个头画出来 看到没有 画了一个圈 表示是头 这个头叫什么 叫天灵盖 由天灵盖 引申为这个字 叫天 这个字是这样来的 天人合一啊 天人合一啊 天就是人 天是保佑人的 天会为人选君主 选中了 选中了谁 选中了周文王 周武王 那好 下面问题就来了 天为什么要选周文王和周武王呢 你得讲道理啊 凭什么呢 周人的解释是 他们有德 他们有道德 而阴周王是没道德的 乱杀人啊 不听宗言啊 对不对 被狐狸精迷住了 等等 不道德 文王 武王很道德 所以天要把天下给文王和武王 由此又得出了周人的第二个政治思想 叫以德治国 因为他的逻辑很简单 既然我们周人是靠道德得到了天下 那么我们要治天下 还得靠道德 还得靠德 以德得天下 以德治天下 以德治国 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的政治思想吗 我们来看一个证据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字是什么字 这是甲骨文的德 甲骨文的道德的德 这个德是个什么形状呢 一只眼睛站在十字路口往前看 很清楚吧 对吧 一只眼睛站在旁边是十字路口 站在十字路口往前看 那么结果是什么 第一 他看上去很直 所以这个德字也读为直 直的 直的看过去 第二呢 看见了 德 得到的德 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德字 是得到的意思 所以在甲骨文朴词里面 它要表示失去 然后我们来看看经文的德 经文的德 我们看这边这个字 这个叫右边 对不起 右边这个德 右边这个德和前面那个德 大家看出有什么区别没有 实际上 左边那个德和 那个甲骨文的德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看出它们区别在哪了 对 右边这个德多了 下面多了一个心字 表示什么呢 表示内心深处的正直 和内心深处的感悟 不是眼睛看见的 是心灵看见的 这个德就是道德的德 前面那个德是得到的德 那么这个旁边 这个 对不起 右边 我左右不分啊 那个 右边的这个德字 右边这个德字 是 出在哪呢 和尊 你看一下 这是和尊的图 和尊是一尊青铜器 它是什么时代的青铜器呢 周承王时期 那么周代呢 第一个是文王 对不对 但是文王呢 他没有代表中国 他死了 他儿子武王伐宙 伐宙胜利以后 几年以后也死了 继位的是陈王 第三位 陈王时代的这个青铜器 叫和尊 现在藏在 陕西省宝基市的青铜博物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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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青铜器在那个地方 刚才那个德字 最早出现的 就是这件青铜器 由此证明 心中之德 那个德 是周人的概念 因为前面甲骨文都是阴商的 他都没有心 而且还有一个旁证就是 旁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 那个没有心的那个德 也是周人青铜器上的 它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人名 比方说这个人叫某某德 那就不要这个心字 所以周代青铜器上 德是有两种德字的 一种是有心的 一种是没心的 有心的都是表示道德的德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中国这两个字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字证据 也在这个青铜器上合尊 也在合尊 所以我说 我在一中天中华史当中 提出的这个学术观点 同证如山 它不是铁证 同证 青铜器为我作证 这是本人最新的学术发现 今天首次在香港发布 谢谢 那么以德治国的观念 建立起来了 但是马上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这个以德治国怎么治啊 德是心里的 如果这个人是不讲良心的 你没有办法 那孔夫子有一个学生叫宰鱼 叫宰鱼 宰鱼 有一天去问他老师说 老师为什么要三年职商呢 就是父母去世 为什么要守伤三年呢 那孔夫子说 你说不守三年 你说守几年 他一说一年就够了 春夏秋冬 一个轮回 干嘛要三年呢 孔夫子说 你的父母去世 不到三年 你就吃鱼 吃肉 吃细凉 喝酒 穿绸缎衣服 泡疤泡妞 你觉得安心吗 在于说我很安心呢 孔子之后说 安正如为之 你觉得心里头过得去 你就去做呗 我有什么办法 所以以德治国 他靠的是每个人的良心 你不讲良心就没有办法 何况你这个东西 它必须变成一个 可以看见的 可以操作的东西 它才能治嘛 对吧 要不然你怎么治呢 那么德变成可操作的东西 是什么呢 理 由此产生周人第三个政治思想 叫以理力序 就德是不管用的 管用的是理 理可以操作 什么叫理啊 理就是秩序 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讲座 谁坐前面 谁坐后面 那我们有一个秩序 就是现代词叫先来后到 谁先来谁往前坐 后来的只好你站着 抱歉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站着听 谢谢你们 但是对不起你们来晚了 不过前面也有空座位 也可以来坐一坐 可以来几个朋友 读者朋友坐一坐 这是叫做现代次序 认为讲人人平等 那么古代是不可以的 古代要讲怎么怎么做 这个就是理 你包括现在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这个规矩 我是不赞成的 不知道什么是形成的 我不清楚 那它现在就是这样的 圆桌 吃饭 请客的人坐在镇当中 然后右手坐 坐主兵 就是客人当中地位最高的 就是以右为尊 然后左手坐主陪 然后其他的人都按地位高低 面子大小 这个坐 这个主人 正对面坐的人一定是买单的 他是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 这是中国大陆的官场的臭规矩 我一到跟他们吃饭 我就骂他们 对吧 臭规矩 因为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传统 客人不好让客人这样做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是 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叫军卫 不管你坐在什么地方 对着门的那个座位叫军卫 军对面坐的那个叫城卫 然后呢 主兵分兵主坐下 是分东西坐下 主人坐东边 客人坐西边 客人叫西席 主人叫东家 东翁嘛 应该是分兵主坐下 我就很痛恨他们这种摆坐的方式 我要请客吃饭 我绝不这样 我把当中那个位置撤掉 我们服务员说你给我扔出去 然后分兵主坐下 这才平等 反正要有规矩了 就这么个规矩了 然后上菜的时候呢 服务员就从主人右手这个 主兵这个座 开始上菜 它结果会很尴尬 如果我主人 主兵旁边坐的是主兵的太太 或者是主兵的女朋友 那糟糕 最后一个吃菜 很没道理的 对 反正现在服务员都是不动脑子的嘛 动脑子他当老板去了 不动脑子才当服务员嘛 对吧 但他得按这个次序 然后顺时针方向上菜 不能逆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是向遗体告别 大家到殡仪馆去看看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人已经死了 我们要去看他一眼 要逆时针嘛 退回去 这个就叫理 有了这一套东西以后 大家就知道规矩了 该怎么着 该哪做 该怎么走 是吧 谁走前面 谁走后面 那这个是 要职场里面 是要办培训班的 我就考一个题目 你陪着首长 或者领导 或者你的贵客 出发 坐车 该怎么做 对 一般情况还是这样的 如果是专职司机开会 开车 讲清楚 就是他职业司机 他就是干司机的 那么司机后面的这个座位 是最尊贵的 是最尊贵的 为什么呢 他最安全 就他从安全系数上 他最安全 第二 他最隐蔽 因为他一定是 离路人最远的 像大陆是 我们是右行 右行 他这个 左边这个位置 离路人最远 路人看不见他 再加上窗帘一拉 他保密了 对吧 他既安全又隐蔽 这是专职司机 那么秘书 保镖是做副驾驶的 但是你不能死老惊 你不能永远是这个样子 要看情况的 如果是朋友开车 那一定要坐副驾驶旁边 你不能把朋友当司机 当时 全国书宰在济南 他一出来是社长 自己开车来接我 我坚持坐在副驾驶 我说那不能把你社长当司机 结果他们两个编辑 坐在后面很不自然 但是如果你出去打低 你有四个人打低 那么你的客人应该坐在哪呢 应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因为你后面是三个人 你不能把客人挤着了 让他坐在最宽敞的位置上 越野车出去玩 也是坐副驾驶位置上 那这些东西 那都是叫做理 理就是管这些秩序的 但是如果家人出游 那么老公开车 是坐驾驶座上 后座是坐老婆孩子的 副驾驶座上 坐什么呢 狗狗 这个叫做理 那么理的好处 它就是有秩序 井然有序 它的坏处是什么呢 不平等 谁都愿意坐前面 谁都愿意坐当中 那凭什么你坐当中 我坐后面呢 那你不能跟他讲道理 人家不爽 那么周人产生了 第四种政治理念 以乐制和 就是用乐来调剂 用乐来调剂 调剂 为什么用乐可以调剂呢 因为乐就是音乐 大家知道音乐是什么呢 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 乐音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它的音高是不同的 Do Re Mi Fa Sol La Si Do 不一样吧 这叫音高不同 第二个 Do Do 强度不一样 叫音强不同 第三 Do Do 长度不一样 叫音长不同 第四 不同的发声器 发出来的Do 都是不一样的 钢琴 小提琴 二胡 笛子 它都不一样 这叫音色不同 因此乐音的特点就是不同 但是把它组织起来 很好听 为什么好听 和谐 什么叫和谐 多样统一 那你想社会和谐吗 想吗 你说想 怎么办呢 个人把自己的位置找清楚 谁是斗 谁是斗 你是斗 你就别往前挤 那前面是斗的 也可能是C的 至少也是发的 一个斗 几什么几呢 每个人都安在自己的位置上 社会就和谐 这就是周人为我们留下的四个政治遗产 后面还有一部分 今天是抱歉 实在是没有时间的 我们PPT都准备好了 但是没有时间 那么如果我们要看的话 我们飞快地看一下PPT 就是我们留下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第一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 有一个类合 叫群体意识 就中国人和西方人 最大的不同 是中国人 当然尤其是我们大陆同胞 他们动不动就讲我们 而西方人是说我 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开始也说我了 以前我们绝断然不敢说我 我怎么能说我呢 有资格说我的 只有一个人是皇上 他叫郑 他自称郑 郑本来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 秦始皇以后 只有皇帝能用了 那如果是 民国 以前 辛亥以前 那我到这来 我都不能说我今天来参加香港书展 我得说兄弟今天来参加香港书展 父母亲跟子女说话都不说我 父亲要说为父 母亲要说为母 儿子要说儿子 女儿要说女儿 反正没有我 这个 他因为他是群体 也是简单地说 下晚上走 然后呢 我们有两只翅膀 一个叫忧患心理 一个叫乐观态度 就是 这个 简单地说嘛 谁都知道的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中国人是 一直是 文化心理的底色是忧患的 忧心忡忡 但是呢 无比快乐 简单我走 然后我们有三大精神 就是人本精神 现实精神 艺术精神 所以人本精神就是 我们在看待所有的事物和这个关系 都是以人与人的关系去看待一切 比方说 遂寒而知松白之厚雕也 荷花出屋里而不染 这都是把自然界看作人嘛 叫人本精神 天人合一合于人 第二精神就是现实精神 中国人没有信仰 不相信来世 不相信天堂 都是要兑现的 我讲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内地现在很多人都是要拜菩萨的 那比方说孩子要高考了 他们拜谁呢 拜文昌菩萨 因为文昌菩萨是管这个的 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四川人 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四川话 四川人去拜文昌菩萨 拜完了以后嘀嘀咕咕 我说拜对了没有 我说拜对了 这个文昌菩萨就是管高考的 他说哎哟你不晓得 我那个瓦尔摇考的是斯坦福 他考斯坦福 他考斯坦福 他说那个文昌菩萨他动得到 那个文昌菩萨他都动得到英语不 他说万一文昌菩萨不懂英语 他怎么跟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沟通呢 这个很麻烦的 我说那你只能去拜圣母玛利亚 他说我小弟 圣母玛利亚听不动我的四川话 他很麻烦的 他说他很现实的是吧 他一定要兑现的 他说否则他不拜 他不拜 他一定要兑现 然后呢你到庙里去是要许愿的 你要许愿啊 许愿愿以后呢 如果你兑现了 是一定要还愿的 你一桶香油啊 或者拿一捆钞票啊 水里刷卡都可以是吧 反正你得还愿 你不还愿的话要受惩罚的 那这个东西你说是信仰啊 还是买卖啊 对吧 不很好说对不对 因为它现实嘛 所以这个 我们这个大陆农村里的神刊里面 它是很复杂的 它有这个玉皇大帝 有太上老君 有如来佛祖 有观音菩萨 有土地公公 有妈祖 还有胡仙 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搁那么多什么 它是各管各的 它有分工的 它很现实的 没有谱的这个事情 现实精神 第三个就是艺术精神 因为人本精神加现实精神 它就变成艺术精神 它就是用艺术的眼光 看待一切 你就拿中山和西山来说 西山很明显的是科学 牛肉500克 微波炉 中火三分钟 然后出来以后端上来 胡椒啊什么酱你自己撒 那要厨师干什么 那我都不知道 那中餐它就是很艺术的 讲色香味全 你讲配菜 首先你学厨艺 第一功夫是刀工 这个我跟你讲 我现在是年纪大了 我年纪的刀工是非常好的 我的土豆丝可以切得 跟头发丝那么细 然后我炒那个酸辣土豆丝 我也专门的配料的 刀工啊火工啊 是吧 然后你都配好以后 油炸了下去以后 啪啪啪啪 翻炒 然后哗出锅 五颜六色 艺术啊 它是可以观赏的 整个做菜的全过程 是可以观赏的 包括我们中国的艺术 也是这样 书法 它的创作过程 是可观赏的 国画 它的创作过程 是可观赏的 油画 它的创作过程 是不可观赏的 油画什么好看呢 一点不好看 画书表好看吗 不好看 画出来好看 过程不好看 我们的书法 国画 还有我们的戏曲 是吧 它整个过程 都是好看的 艺术精神 这三大精神 也是周人 留给我们的遗产 这三大精神 兄弟我在第三卷 惦记这里面 都已经讲清楚了 好 时间已到 我现在必须下台 接受我金鸣妹妹的采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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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老师 易大哥 谢谢易大哥 谢谢 我坐这位子对吗 我应该坐这 还是你应该坐这呢 牌子这么简单 这牌子在您眼中 根本不算什么 我应该坐左边 还是坐右边 照理数来说 没有 没什么关系是吧 好 您请坐 你请坐 不是我左右不分的人 我都搞不清楚 所以呢 其实刚刚易老师讲的 这个关于礼仪的问题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们当年在台湾念书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与伦理 这个册子上面 非常清楚 刚刚讲的 专业司机 朋友 这个是写得很清楚的 但是现在好像 我不知道台下的朋友 有没有念过这种 这种这个礼仪方面 有没有呢 像易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东西规矩 你们念过的举手 以前从小到大念过的举手 应该怎么做啊 怎么这样 有吗 举高一点 我看一下 跟易老师刚刚讲的一样吗 差不多吧 多哭再不多也 总而言之就是 其实念过这种礼仪的人 并不多 对的 是很少的 越来越少了 现在崇尝自由嘛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爱咋地 是 老师今天的论述呢 事实上是 只是在这三卷的 这个内容里面 抽取一部分而已 其实要提议老师 讲完三十七卷 我估计 我们来年 年年见到您的时候 都有新鲜的东西 可以带给我们 是的 时间宝贵 开放给现场的朋友 有问题的请举手 这位朋友特别快 请您 简单 一分钟之内 有麦吗 有麦克风吗 好 那个朋友 那个红色 来 我们这个朋友 那边红色红色 那个朋友 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 好 谢谢您 简单的 你好 易教授你好 我是在内地和香港 都接受过教育的 一个学生 我想问一下就是 周朝 我刚才迟到 所以前面没听到 我只听到 李和月两部分 月我就不了解 讲一下李 李你提到了 这个道德 然后秩序 我想讲一下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现在中国内地 已经没有什么道德 没有什么秩序 而且你刚才说到 这个道德和秩序 有一个缺点 就是会不平等 我想现在连平等也没有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 前路何在 整个中国内地 谢谢您 好 谢谢 还有一个 就是继续 这个问题 我今天回答不了 我要三十六卷 写完了以后 才能回答 谢谢你 谢谢你 但是我觉得 要弄清楚前路 你说的前路 是未来的路 对吧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要知道 未来怎么样 我们先得弄清楚 过去怎么回事 那么我不认为 世界上有什么事情 它是偶然 就这么从天上掉下来的 它一定有来弄去迈 那么我们今天 虽然我不能完全认同 你对中国大陆 目前状态的评价 就算是吧 就算是吧 那它也有个原因 它不是谁是谁 就能把它折腾成这样的 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 它是怎么样 一点一点 一点 变过来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就是36卷本 一中天中华史 要完成的任务 谢谢 如果说 我们现在站在这里 反思我们过去 是如何一点一点的消失 其实这个同学 在这里问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发现 这个希望是一点一点 在累积起来的 我们不要失望 我觉得 我们 这个希望 希望是 还是非常的庞大的 很有 让人们很有信心的 还有哪位朋友 OK 好 这位同学请 易老师你好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 现在就是内地可能 或者是 整个华人群出现了一个 就是 另类学史的这个风潮 像之前的黄仁宇先生 他可能写 提出一个大历史观 从技术的角度来解读历史 包括后来 袁腾飞老师 还有当年明月他们写的这些书 那我的问题是 您能不能 自己概括一下 您这样学史 您或者您这样读史 介绍史学 您的特点是什么 一句话介绍一下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不好意思 前一段时间就是 广西西方大学 那个出版社 他有排一个 就是死活读不下去 这个文学名著排行榜 那《红楼梦》是高居第一位 当然像瓦尔登湖 这些什么名著 他们也是榜上有名 那我想您有没有兴趣 或者有没有打算 在您出完这36卷以后 再做一个像一中天品三国那样 来解读一下这些 我们读不下去的经典名著 谢谢 谢谢您 谢谢你 我们这个一中天中华史加上总序呢 一共是37卷 就正文是36卷 它的出版计划是5到8年 你的第二个问题问的是 我5到8年以后干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还活不活着都不知道 那怎么知道呢 对吧 而且我做事情就是 其实我是这样一个很怪异的人 就是我具体做事的时候 我是像理工男 我是 非常的严谨 我会跟他们团队都知道 我会要求到你的行程表 精确到分 但是我做决策和做决定的时候 我是非常 稀里糊涂的 孩子气的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我5到8年以后 我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 回答不了 这个第二个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实际上是要我给自己贴个标签 抱歉 我最不喜欢的做的事情 就是贴标签 我准备 我一个媒体 内地媒体已经说过了 我说将来我希望 我的木字名上 是这样一句话 一个不能贴标签的人 谢谢 另外我还有 拜托香港的媒体朋友们 我也不喜欢跟别人比 比方说 我说谁是谁 跟谁是谁 跟谁是谁比 我也不喜欢 我就是我 好吗 谢谢一中天老师 祝您长命百岁 好 谢谢 好 这位朋友 还没说您的举手了 谢谢您 你好 我是一位高中生 即将升读大学的 你看你刚才说过 有善大精神 就是人本精神 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 那在刚刚过去 发放成绩不久的 香港的功课考试 考得比较好的同学 我的那首高中 考得比较好的同学 都会升读一些 他们认为将来 社会比较好的科目 例如医学 法律或者金融 那这就不会 是不是太过注重这个现实 而忽略了人本 或者艺术 那你认为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香港或者中国 会不会有前途 谢谢你这个香港同学 谢谢你 谢谢你这样热爱香港和中国 你显然比我更热爱香港和中国 我从来就没超过这份心 因为这个事情很简单 我认为这种心 我们犯不着去吵他 那他这个 第一呢 上帝不会让香港和中国灭亡的 放心吧 他一定会长命百岁 而且会很好的发展下去 第二个呢就是 实际上作为个人来说 每个人的选择 我认为 其实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 什么目的 什么精神都无所谓 关键在于 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 就是你选择学医 或者你选择学金融 你选择做期货 你也选择炒楼花 都可以 没有问题 我们不能说 浩大大家都选考历史系 或者考文学系 这是没道理的事情 对吧 所以他只要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自己能为他的选择负责 他又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 OK 没问题 至于他选错了 他本来是一个热爱历史的人 他由于生活的需要 想赚钱 他去选择了期货 或者他选择了这个 别的什么好赚钱的行业 他就活得很无聊 他活该 对吧 是他自己选的 他为了要赚钱 他放弃自己的兴趣 然后他赚了很多钱 他不快乐 他活该 我为什么要替他着急呢 我才不替他着急呢 而且你放心 不会所有的人都去选择 那个现实的赚钱的行业 总会有人出于自己的个人的强烈的兴趣和爱好 选择快乐而不赚钱的行业 而在我看来 一个行业如果是快乐 能够给大家快乐的 他就没有理由不赚钱 掌声 支持 对吧 比方说我现在和静怡是同行 我们现在都在做电视 对吧 那个做电视 其实大家 你知道吗 表面上看得很风光 我们两个人在这谈笑风声 下面掌声不断 第二天媒体都把我们蹬出来了 好像很风光 其实我们苦不堪言 背后的苦谁知道呢 你们不要只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挨打 对吧 我们这个内地的电视台 有句话说 电视这个行业就是 女的当男的用 男的当牲口用 牲口当领导用 现在女孩子进了电视台 直接当牲口用 那如果是她的选择 无怨无悔 对吧 乐在其中 或者自己苦也活该 没什么好抱怨的 老师说 我站在台阳前 我是牲口 然后实际上 我又乐在其中 我想那个同学的 你的提问 我觉得这样 就每个人在选择的 过程当中 他不是永远固定的 他可能这时候选择金融 可是他后来觉得空虚了 他发现也许历史跟文学 是他所喜爱的 将来会再去补这个部分 我想人都是在变化当中 最终要是知道自己是什么 中华根知道自己是什么 好 两位朋友 OK 有请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有问题 谢谢 你站着了我也站着了 站着了 我现在也在那里上大学 然后之前高中的时候 你那几次那四次 基本上都看了一下 你这个讲座题目叫做 中华根根的意思 它有一种感觉叫做安定感 然后我是在来香港的路上 比如说在九龙堂的时候 我看到一些标语上面写着 香港我们的家 我觉得也包括一些各种调查反应 就是说在香港或者说在其他国家 人们对于这种所在城市的一种归属感 要远远大于一种内地的一种归属感 这种包括反应在这种奶粉事件 各种事件上面也能间接或者体现出来一点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很简单 你觉得我们现在中国人 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那种安定感 或者叫做一种归属感 谢谢 同学的提问挺高的 挺好 给他掌声 可惜我没听懂 需要我做比较直白的阐述吗 是的 好 我想这个同学的这个前台词是说 在香港跟内地的融合过程当中 它实际上是有一些冲突性存在的 而这个同学冲突性 体现在香港最近的社会和一些意识当中 抱歉 我真不知道 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生活在大陆的话 我希望这问题呢 是这个越直白越好 越简单越好 不用俗语 用这个最普通的话说 就是内地的人普遍有一种失落感 包括找不到工作的失落 包括各种食品 你怎么知道它有失落感呢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不好说 就是因为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类 说香港人有归宿感 内地人有失落感 都每天蹬出去了 我回不回去了 但是我跟你讲的是 我跟你讲的是第一个 你可以从教堂上面来 我们最好不要 你一定是在内地受的教育 内地最喜欢做的是 把人简单归类 你这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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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每个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人和人真的差很多 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 我们现在要改变的 就是非此即彼 非黑即白 通通话译 拿一个标准去归类的 那样一种思维方式 其实是没有的 每个人活的都不一样 真的 它这个只能针对个体来才能回答 没有哪个群体是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吧 人和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好 有好多的朋友 这样子 我们提问进了简短 好 这个蓝色衬衫的朋友 已经提好多次 您先 你好 易教授 我同样是在内地和香港的时候 受过教育的一名学生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之前一直思考过的一个问题 我想明白 就是内地现在推行的一种无神论 它并没有说推崇某种宗教 您觉得这是文明的前进呢 还是文明的后退 这是文明的选择 那您觉得这个选择是一个 它因为它不是 因为它不存在前进和后退的问题 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民族的 我们民族在人类文明当中的一个 不这样说吧 就是说 我们民族的这个特点 在人类文明当中是一个特例 它不是说内地推行无神论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 没有谁在推行无神论 不存在这个事实 但是党员是明确规定 不许信任何宗教的 对啊 不妨碍他偷偷地信嘛 对吧 对吧 那我还想问一下 它实际上是 而我们号称信某些教的人 其实是不信的 对吧 我们在周代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不信神的 八月份 你读我的第四卷 新春志 第四卷的第六章就叫鬼神 你去看看周人是怎么看到鬼神的 谢谢您 周人说得很清楚 神就是人 神就是人 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朋友 从来是这样的 OK 我们待会儿看一个女生 好 谢谢 就是刚才一开始就说这个 中国人是以生育为荣吗 就是 不不不不 那个 我没有一开始说这句话 抱歉啊 就是我现在问题是 现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你生不出来是吧 不是 这个问题也别问我 很多 这个问题我也不归我管 我的问题还没出来 就是我是说 到现在这个阶段 好像很多中国人 尤其是父辈 父母辈的这样 就是说还是以结婚生子 而且就是说 必须要每个家庭都要 要走结婚的路 然后要生孩子 然后你现在 我现在要三十岁了 遭遇逼婚是不是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问 易老师就是说 您现在对中国人 大部分持有这种 必须要结婚生子 这个观念 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 八个字回答吧 认识自我理解彼此 你只能去跟父母商量 你说我实在是不愿意结婚 现在就 你看到谁谁不都离了吗 这个问题不是商量 就能解决的 就是现在 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难去改变 我觉得 我发现您的口脑 一定是不小的 谢谢您 我想这个问题 文化上一定要好好地沟通 对 祝福您 祝福您 我也没办法建议他出家呀 对吧 好 我们这位同学穿橙色衣服的 好 谢谢您 好 嗯 嗯 易老师您好 我想问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问题 我其实是高中就 我高中是选修中国历史的 然后我听一些大陆同学说 他们其实读历史是比较死尽硬背 然后像我们学历史呢 就会比如说问你 你觉得秦始皇攻大于过还是过大于攻 然后你就要 你可能会先觉得他是一个暴政的人 那么你觉得他攻大于过呢 你就会觉得他统一六国 所以他必须要用一些暴政的手段 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学历史是从理解上面 但是那些大陆同学就会说 如果你没有一个历史的根基的话 就是他们会觉得 其实那些背下来的东西会比较可靠 但是我们的理解就是你自己理解的 你觉得有趣的那些才是历史 所以我想问您 就是其实如果真的要是学历史的话 其实您更倾向哪一种方式呢 谢谢 这个问题太好回答了 你把我的书买一套回去读了就明白了 我觉得 真正的历史就应该是鲜活的 它不应该是手术台上的尸体样本 也不应该是博物馆里的木莱伊 它应该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同呼吸 供应命运 跟我们息息相关 因此我在写这部《中华史》的时候 特别强调一种个人的感受 以至于有很多人 磨刀祸祸祸 虎视眈眈的要来跟我贴标签 说你是不是历史散文啊 你是不是历史小说啊 你是不是历史什么纪实文学啊 它又来了贴标签了 实际上我就是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书 我有的地方像诗 有的地方像散文 有的地方像小说 有的地方像纪录片 有的地方像剧本 对啊 我是法无定法的 我在内地回答内地媒体的时候 我一再说我法无定法 你不要问我下一卷怎么写 我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条 我笔下的文字一定是活的 一定是活的 它会跟你对话 只要你读进去 谢谢 谢谢 老师虽然他的笔法很鲜活 虽然说他是以讲故事的方式 但是像说实话 要读老师这几本书并不容易 因为他的笔法很丰富 所以如果没有一定的基础的时候 其实也不容易了解 真是挺难的 谢谢 好 你们朋友 我们中间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孩 好像有个蝴蝶结这个 来就您站起来 谢谢 叶老师您好 非常激动 能在香港这个地方 听到您的讲座 然后我想问您的就是 通过您刚才讲的问题 您说就是中国图腾崇拜之后 世界各地文化就分道扬镳 那中国他为什么就没有创造一个 创造自己的神 然后他反而选择了走 就是祖宗崇拜这个路线呢 而且我觉得你像 其实像西方文化他们的神 就是创造自己的神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然后我又 我又以前听过一句话说 在世界 在世界文化史中 其实相同时段的人们的想法是类似的 但为什么中国就这么的奇特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他中国这个中华文明 是典型的大陆农根文明 大陆农根文明 然后他小农经济的基础 决定了他的生产方式 就是四式同堂 男跟女制 他要求这个家庭非常稳定 就包括刚才这位朋友提的 他爸爸妈妈为什么逼婚 传宗接代啊 传宗接代这是义务啊 是吧 你又没有爱情 他就不管你了 你的爱情关他什么事 但是你的婚姻就关他的很大的事 他管理的是婚姻 他不管爱情的 对吧 他会告诉你说 实在不行 先结婚后恋爱嘛 对吧 他一定是这样的 他要求家庭非常稳固 要求家庭非常稳固 他一定就产生出祖宗崇拜来 他最后当家 就中国政治体制是家国一体的 他最大的特点就家国一体 家就是国 国就是家 没什么区别 你想想吧 皇帝是什么 是国君 爸爸是什么 家君 丈夫是什么 夫君 对 夫君 他整个全都是君主制 然后他就 就把它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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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这了 所以他一定产生祖宗崇拜 而你说的那个 你包括伊斯兰文明 或者是基督教文明 或者希腊文明 罗马文明 他们的背景不一样 希腊文明是海洋商贸文明 犹太文明 包括犹太文明 都是海洋商贸文明 那么伊斯兰文明产生于 海洋工商文明 伊斯兰文明产生于 海洋的游牧商贸文明 就他有 他商业发达 他商业发达以后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对吧 他们不会赶我们走吧 我要讲得长一点 您可以讲长一点 我已经情商他们多几分钟了 对 那么 商业的文明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它要求产权明细 这是商业文明 一个最基本基础 就我们两个做买卖 这个东西明确是我的 那个东西明确是你的 我们才能做 对吧 而你这像我们这个 中国人这种混在一起过日子 是没法弄的 它产权明细到个人以后 每个个人就独立出来了 就从世主社会的那个组织 学员组织里面独立出来了 从家庭里面独立出来了 它就成了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 一旦他成为了个人以后 他就是刚才这位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 归属感的问题 就成了他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没关系啊 我们有家呀 我有祖宗 我可以认祖归宗啊 我不存在归属感的问题 那些单个的人 他不认祖归宗了 他怎么办呢 他得认同一个最高的神 否则他死了以后上哪去呢 另外还有 所有人都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 谁都不听谁的 那我们怎么样组成社会呢 也必须有个更高的存在 来统领所有的人 他就是上帝 所以真正的宗教一定是一神教的 真正的信仰也一定是一神教的 只有唯有一神教 他在彻彻底底的不是人 他是超人 不管是犹太教的 亚和威也好 基督教的耶和华也好 伊斯兰教的安娜或者胡大 真主也好 是无形的 他一定是无形的 没有形状的 没有无形 他才是最高啊 在这一点上 倒是世界一样 就中国人也认为最高的是无嘛 无是最高的 老子他们也认为最高的是无是道 但是问题是中国的道呢 他不成为崇拜对象和信仰对象 他和西方的神还是有区别的 简单的说问题在这 想全弄清楚买套书 都几书里都有 全讲了 是不是得把37本都买完了 他的问题买前诗卷就已经清楚了 谢谢 好 这位同学举得很快 我们中间这位女性同学白衣服的 谢谢 是您 是您 谢谢 易教授您好 我今天是陶宫过来的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才提到说 37卷是从周朝写到邓小平时代 从吕娃写到邓小平 吕娃写到邓小平 那么您觉得邓小平之后 这还有几十年 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是不是 是不值得去 我的意思很简单 在这个地方呢 是很多人会误读 在我这里 吕娃和邓小平都是一个符号 对 代表一个时代 不太明白了 能具体一点吗 为什么只写到邓小平就会停了 会不会还真定 我说从吕娃写到邓小平 实际上是说 从远古写到今天 明白了吗 不止邓小平这个人 就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代名词 亲爱的 好吧 他不主持我主持 好歹我也是主持人 来 这位男朋友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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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师弟 因为他老点女生 我点男生 喂 易老师你好 你好 我是一个内地的大学生 刚刚毕业 现在失业 没关系 我想问一个书的问题 就是我这次书长 已经买了很多书了 失业还买书 媒体一定要报道 让那些不失业的 不买书的人羞愧 我想问一下 你这次出的书 内地有出版吗 还有内地出版的 和香港出版的内容有不同吗 内地有出版 内地出版的 和香港出版的内容 没有不同 你可以到内地去买 便宜一些 你一直说 因为你失业 可以带你买便宜的是吗 因为连插图都是一样的 那太好了 就是版式不一样 但是内地的是简体制 这个香港的是繁体制 我希望我这个问题 不会让你跟出版商尴尬 没关系 你买内地的书 买香港的书 那版税都到我口袋里了 一样一样 谢谢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视线所及 远的看不见 是吧 最遥远的那一位吧 好 最遥远的那一位吧 好 谢谢 我们公平起见 是 谢谢 首先非常感谢 易老师把最后这个机会留给我 你就抓紧问吧 就是刚刚您提到了 在香港和内地出版的 就是书只有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区别 我就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前段时间 香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员 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个言论 就是说 现在过半的中国人 已经读不懂繁体字 认为中华文明已死 然后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 我倒是比较赞成叫做 实反写简 这个主张 看得懂繁体字 但也会写简体字 也看得懂 对 就是能够看得懂繁体字 但是呢 你写的时候 写简体字省点时间嘛 当然这个 现在有了这个电脑以后 它也不是问题了 也不是问题了 但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 是倾向于中庸之道 我比较偏向于 1956年版的 1956年版本的 那个简体字方案 因为有些繁体字的 实在繁体字没有什么意思 是真可以把它简化了 没意思了 但是有一些繁体字 真是不能简化的 它一简化了以后 它的本意你就找不着了 所以你看我 现在动不动就给你来甲骨 就是想把那个根源找到 从甲骨文到经文 然后到撰文 然后再到凯体 就是你说的繁体 把那个脉络找到 我倒是希望将来 学校里面能够讲一点 文字学的基础 让我们知道一个字的 来龙去脉 也知道我们祖先 为什么创造这些字 那我们祖先是怎么想的 那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好吗 谢谢你的问题 谢谢这位同学 欣赏所有的朋友 今天我们的主办单位 要谢谢一中天一老师 所以呢 第一要献花 第二要制赠一个简单的纪念品 谢谢 谢谢一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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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